史蒂夫·乔布斯传 艾萨克森作品 乔布斯唯一授权传记 为你讲述苹果帝国缔造者赞誉和争议交织 弥漫着温情和硝烟的一生 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 补林峰博奖 第32章 爱音乐的人 他生命中的音乐轨迹 他在iPad里面有什么歌 随着iPad现象越来越热 从总统候选人 二线明星到初次约会的人 英国女王 只要是戴着白色耳机的人 见面时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你的iPad里面有什么歌 这个热门话题开始于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布米勒 在2005年初写的一篇文章 文章是分析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W·布什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的回答 他写道 布什的iPad里面大部分都是传统的乡村音乐 其中包括范·莫里森 他的那首《棕色眼睛的女孩》是布什的最爱 还有约翰·弗格迪那首主打曲《中外场》 他还找来滚石杂志的编辑史蒂芬·列维分析布什的歌单 列维评论道 有趣的地方在于总统喜欢的歌手都不喜欢他 史蒂芬·列维在《完美之物》一书中写道 只要把你的iPad交给一个朋友 你初次约会的人 或者是飞机上那个坐在你身旁的陌生人 你就像一本书一样被打开了 所有人只需要用转盘浏览一遍你的歌曲库 从音乐角度上说 你就一丝不挂了 暴露的不仅仅是你的喜好 而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有一天 当我和乔布斯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听音乐时 我让乔布斯给我看看他的iPad 我们坐在那里浏览了他最喜欢的音乐 不出所料 这里面有迪伦的所有六张系列合集 包括多年前在乔布斯刚刚迷上迪伦史 和沃兹尼亚克用磁带录下来的 那几首当时尚未正式发行的歌曲 另外还有15张迪伦的其他专辑 从1962年的第一张鲍伯迪伦开始 到1989年的偶仁词 乔布斯花了很多时间和安迪赫斯菲尔德 及其他人争论迪伦后来的专辑 事实上 自从1975年的路上的血迹之后 迪伦的表现就不如从前了 但有一个例外 就是2000年的电影 天才小子中的插曲 一切都已改变 不过他的iPad里 没有1985年的皇帝讽刺剧 这是赫斯菲尔德在乔布斯 被赶出苹果的那个周末 送给他的专辑 他的内部iPad里的 另一部分珍藏是披头饰 包括七张专辑 《一夜狂欢》 《爱比路》 《救我》 《顺其自然》 《魔法神秘之旅》 《遇见披头饰》 以及《怕破中式孤心俱乐部乐队》 独唱专辑没有收录其中 接下来是《滚石乐队》的六张专辑 《情感救援》 《闪光点》 《跳回去精选大碟》 《一些女孩》 《手指猫汗》 以及《为你纹身》 对于迪伦和披头饰的专辑来说 乔布斯放进去的几乎都是整张专辑 但是他也认为专辑可以 并且应该被拆分 在他的iPad里 《滚石乐队》和其他歌手 都是每张专辑收录了三四首歌 此外他的播放列表里 还有曾经的女友 琼贝兹的歌 是从四张专辑中挑选出来的 其中有两首不同版本的 《爱就那么回事》 这个iPad中的歌曲 反映出他的主人 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 但心里却埋在60年代的孩子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 包括了艾瑞莎 比比金 巴迪霍利 布法罗 斯普林菲尔德乐队 唐马克林 多诺万 大门乐队 詹尼斯 乔普林 杰弗逊 飞船乐队 吉米 亨德里克斯 约翰尼 卡什 约翰 麦文 盖博 西蒙和加芬克尔 甚至还有演奏 《我是一个信徒》的门吉乐队 以及演奏 《乌里布里》的 Same the Sham乐队 只有四分之一的歌曲 出自当时的流行歌手 比如《一万个骗子乐队》 阿利西亚吉斯 《黑眼豆豆》 《苦丸乐队》 帝朵 《绿日乐队》 《约翰梅尔》 既是乔布斯的朋友 也是苹果的朋友 莫比 以及波诺和YouTube乐队 席尔 还有《会说话的头》 《朋克乐队》 古典音乐方面 有一些巴赫的曲目 包括《博兰登堡》 协奏曲 此外还有三张 马友友的专辑 2003年5月 乔布斯告诉雪儿克罗 他正在下载一些 艾米纳姆的歌曲 还说他已经开始进入我的生活了 詹姆斯文森特 还带他去看了艾米纳姆的演唱会 即便如此 乔布斯也没有把这个说唱歌手 放进他的播放列表里 在演唱会结束后 乔布斯对文森特说 我不知道 他后来告诉我 艾米纳姆是我欣赏的一个艺术家 但我只是不想听他的歌 他不能让我产生 像我对迪伦那样的共鸣 所以乔布斯2004年的音乐收藏 并不是最新潮的 但却是他生命中的音乐轨迹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 会与之产生共鸣 甚至非常欣赏 在他装满那个iPad七年之后 他的喜好并没有太大改变 2011年3月 iPad二面试试 他把他喜欢的音乐 转存到了里面 一天下午我和他坐在他家的客厅 他的手指在全新的iPad上滑动 带着一种怀旧的情绪 点击着他想听的歌曲 我们先听了一些迪伦和披头式的歌 然后他似乎心事重重 选择了一首 格林高丽圣勇 主的灵 是由本赌会僧侣合唱团演唱的 他恍惚出神了一会儿 喃喃自语着 简直太美了 之后他播放了巴赫的 F大调第二波兰登堡协奏曲 和十二平均绿曲集中的一段副歌曲 他说巴赫是他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 他尤其热衷于比较格伦 古尔德弹奏录录制的两个版本的 歌登堡编奏曲之间的区别 古尔德第一次录制是在1955年 当时他刚22岁 还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小钢琴师 1981年第二次录制时 距离古尔德去世仅一年时间 在一个下午 乔布斯在按顺序 播放完两个版本的 格登堡编奏曲后说道 他们就像白天与黑夜 第一版热情洋溢 年轻有活力 弹奏速度很快 像是神势 而第二个版本更加简洁 主题鲜明 你可以感受到一个精力丰富的灵魂 更加深沉而充满智慧 那天是乔布斯第三次修兵家期间 我问他更喜欢哪个版本 他说 古尔德本人更喜欢第二版 我以前喜欢早期的版本 有活力的那一版 但是现在我能感受到 他在两次演奏之间 所经历的一切 然后他从宏伟的古典乐 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播放了多诺万的捕风 当看到我面露疑惑 他说 多诺万真的有些好作品 真的 他切换到了柔美之黄 但他后来也说 这首歌也许不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年轻时觉得他更好听 我问他 有哪些我们童年时代的歌曲 到如今还历久迷新 他浏览了iPad的播放列表 找到了感恩儿死乐队 1969年的歌曲 约翰叔叔的乐队 他随着旋律点头清唱起来 当生活看起来很简单时 危险正在你门外 一时间 我们回到了那个躁动的 在冲突中戛然而止的六十年代 哇 我想知道的是你还善良吗 然后他换到了情妮米雪儿 他说 他把他的女儿送给别人收养了 这首歌就是关于这个女儿的 他播放了小小格林 我们听着那悲伤的旋律和歌词 讲述着一个母亲 不得不放弃孩子时的感受 你用你的心性事签订所有的文件 你觉得悲伤而遗憾 但是你不必羞愧 小格林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我问乔布斯是否还会经常想起自己被领养的事情 他说 不 不怎么想 不太常想起 他说那段日子 他想的更多的是关于成长 而不是自己的身世 这时他选择了 琼尼米雪儿最著名的一首歌 《正反两面》 歌词是关于成长和智慧 现在我看人生 看得到两面 看到德语诗 却仍然迷惑 那时以为的人生 也许是幻象 人生啊 我真的不知道 就像格伦郭尔德先后两次录制巴赫的 《戈登堡》变奏曲一样 米雪儿也在很多年之后 重新录制了《正反两面》 在1969年的第一版之后 他又在2000年 录了一个哀伤婉转的版本 他播放了第二版 并说道 人们变老的过程真是有趣 他还补充道 有一些人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更成熟 我问他想到了谁 他回答 约翰·梅尔是世界上最棒的吉他演奏家之一 但是我觉得他挥霍了大把时间 他的生活失控了 乔布斯很喜欢梅尔 还偶尔请他在帕洛奥图吃晚饭 梅尔在27岁时 参加了2004年1月的麦克沃德大会 当时乔布斯介绍了 Garagiband的录音软件 自那之后 梅尔就成了麦克沃德大会的常客 乔布斯点击了梅尔最重磅的歌曲 《地心引力》 歌词是关于一个充满爱的男人 梦想着丢掉地心引力的方法 地心引力正在和我作对 地心引力要让我倒下 乔布斯摇着头评价道 我觉得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他只是失控了 在听歌环节的最后 我问了他一个早就被问烂了的问题 如果劈头士和滚石乐队二选一 你会选哪个 他回答 如果地下室着火了 我只能救出一套碟片 我想我会拿劈头士的 但是更难的选择是在劈头士和狄伦之间 有些人复制了滚石 但是没有人能复制狄伦或劈头士 当他正在沉思我们是何等幸运 能在成长道路上听到这么棒的音乐时 他18岁的儿子走进了房间 乔布斯感叹道 李德是不会理解的 又或许李德能理解一些 他正穿着印有穷贝兹的T恤衫 上面写着 永远年轻 鲍波迪伦 在乔布斯的记忆中 唯一让他紧张的舌头打劫的时刻 就是见到鲍波迪伦 2004年10月 迪伦在帕洛奥图附近演出 当时乔布斯正处在第一次癌症手术后的恢复期 迪伦不是一个爱社交的人 不是波诺和鲍伊那样的人 迪伦从来都不能被称为是乔布斯的朋友 而且他也不在乎是或不是 不过他曾邀请乔布斯在演唱会之前 在他住的酒店见面 乔布斯回忆道 我们坐在他房间外面的露台上 谈了两个小时 我真的非常紧张 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 而且我也怕他本人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聪明 或者他只是在模仿自己 就像很多人那样 但是我很高兴 因为他说话入目三分 他的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样 他非常开朗和真诚 他和我谈论他的生活 谈论写歌的过程 他说 有时一些旋律就那么来了 我并不是刻意要做出曲子来 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了 我怎么都不能再那样写曲子了 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用他沙哑的嗓音微笑地对我说 但是我还是会哼出这些调调 迪伦再一次到附近演出时 他邀请乔布斯在演出前 到他乘的旅行车上来坐坐 他问乔布斯最喜欢什么歌 乔布斯提到了多余的清晨 于是迪伦当晚就唱了这首歌 演出结束后 乔布斯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辆旅行车驶过他身旁 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 车门滑开了 喂 你听到我为你唱的歌了吗 依旧是迪伦沙哑的声音 然后车就开走了 当乔布斯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 他表示非常欣赏迪伦的嗓音 他回忆道 他是我心目中经久不衰的英雄之一 我对他的喜爱随着时间而生长 现在已经成熟 我无法想象他在那么年轻时就取得了成功 在演唱会见到迪伦之后的几个月 乔布斯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计划 iTunes商店将推出一套迪伦的打包专辑 里面收录了迪伦的每一首歌曲 总共超过700首 售价199美元 乔布斯将成为迪伦进军数字时代的监护人 但是迪伦的唱片公司属于索尼 而索尼的安迪拉克对这笔生意并不感兴趣 除非iTunes做出一些让步 另外拉克认为199美元的价格太低了 贬低了迪伦的价值 拉克说 鲍伯是国宝级的珍宝 而乔布斯要把他的作品以一个低价放进iTunes 把他商品化 这就触及了拉克和其他唱片业高层人士 与乔布斯争论的核心 是乔布斯成了价格制定者 而不是他们 所以拉克拒绝了乔布斯的合作建议 乔布斯说 那好吧 我直接给迪伦打电话 但是迪伦也没有处理过类似事件 所以他交给他的助理杰夫·罗森来处理 这真的是个坏主意 拉克对杰森说 并向他展示了一些数字 鲍伯是史蒂夫的偶像 史蒂夫会给他开出更高的价钱 无论是从生意 还是从个人角度出发 拉克都不想让乔布斯得逞 甚至还想借机将他一军 所以他私下里和罗森达成协议 如果你能暂时拖延一下乔布斯 我明天会给你100万美元的支票 拉克后来解释说 这笔钱只不过是抵扣 后续版税的预付金而已 是很多唱片公司的一项 财务处理程序罢了 罗森在45分钟之后回了电话 接受了拉克的提议 他回忆道 安迪和我们一起解决了此事 并请求我们不要和乔布斯合作 我们同意了 我想这是安迪给了我们一笔预付版税 不过到2006年 拉克卸任索尼BGM的CEO 乔布斯开始了新一轮谈判 他寄给迪伦一台iPad 里面装着迪伦所有的歌曲 然后他向罗森介绍了苹果的营销计划 8月他宣布了这一重大交易 迪伦允许苹果以199美元的价格打包出售 他录制过的所有歌曲 再额外提供他的最新专辑 摩登时代的抢先预定 乔布斯宣布说 鲍勃迪伦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值得尊敬的诗人和音乐家之一 而且他也是我个人的偶像 这套773首歌的专辑还收录了42首稀有作品 比如1961年在明尼苏达州的一间酒店录制的《涉水而行》 1962年格林尼志村煤气灯咖啡馆现场音乐会版本的《英俊的茉莉》 1964年纽伯特民谣音乐节上现场弹唱的林谷先生 这也是乔布斯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还有1965年的《歹徒布鲁斯》清唱版本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迪伦还拍了一部关于iPad的电视广告 并推广他的新专辑《摩登时代》 这是汤姆索菲亚让他的小伙伴帮他给栏杆刷漆的一次惊世骇俗的翻版 在过去让名人做广告需要支付一大笔钱 但是到了2006年情况完全变了 很多艺人希望出现在iPad的广告里 因为这样的曝光更容易走红 詹姆斯·文森特在几年前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当时乔布斯还在想着怎么和一些音乐人联系 并支付给他们拍广告的费用 文森特回答说 不用着急 情况很快就会变化 苹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品牌 甚至比大多数艺人的品牌更酷 我们应该先着重和他们谈我们给他们创造的机会 不要急于支付 李克劳回忆起当时苹果和广告公司 的确有一些年轻员工不愿意让迪伦出面做广告 克劳说 他们都担心他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 乔布斯对此完全不予理会 能和迪伦合作已经让他激动完分了 乔布斯开始格外关注迪伦广告的每一个细节 罗森飞来库比蒂诺和乔布斯一起挑选广告里使用的歌曲 最后他们选中了有一天宝贝 克劳先用替身代替迪伦制作了一个样片 乔布斯批准了 然后再派人去纳什维尔让迪伦本人拍摄 但是等正式的片子回来之后 乔布斯又不满意了 他说这不够特别 他想要一个新的风格 所以克劳又请了另一个导演 罗森说服迪伦全部重新拍摄 这次沿用了iPad平面广告使用过的剪影风格 轻柔的背光下 迪伦戴着牛仔帽 坐在一张高脚凳上 抱着几他漫不经心的边弹边唱 另一个镜头中 一个嘻哈风格的女子戴着爆童帽 拿着iPad翩翩起舞 乔布斯很喜欢 这一则广告体现了iPad营销策略的光环效应 他为迪伦赢得了年轻一代的歌迷 就像iPad促进了苹果电脑的销售那样 在这则广告的推动下 迪伦的新专辑在发行后的第一周 就跃居公告牌排行榜的第一名 超过了当时人气正盛的 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 和说唱组合奥卡斯特 自1976年的《渴望专辑》以来 迪伦在30年后再次荣灯宝座 广告时代杂志刊登了 以苹果对迪伦的推动作用为题的文章 其中写道 这一次iPad上和迪伦的合作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和明星签协议 不是大品牌吃巨资 请一个明星代言那么简单 他们打破了陈规 这一次是强大的苹果品牌 为迪伦先生开拓了年轻歌迷的市场 并帮助他把专辑卖到了他们 自从福特政府时期以来 从没有到过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期间